美国前总统川普因涉嫌支付封口费给成人骗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遭到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 成为美国时尚第一位遭到犯罪起诉的前任总统 尽管川普矢口否认 不过检察官质疑 川普在2016年大选前支付丹尼尔斯13万美元的封口费 试图压制他们之间发生的婚外关系 当时是由川普的私人律师科恩负责处理支付款项的问题 他也因此在2019年遭到法院定罪判刑 曾经被形容为川普忠诚的科恩 在入狱前的一场国会听证会 试图将前老板的所有恶行全盘托出 表示所有不法行为都是由川普所指使 而且除了丹尼尔斯以外 川普还支付了另外一名女星数十万美元的封口费 川普事后回应表示 这项起诉根本是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更一再表明自己的清白 随着川普正如火如荼地筹备着2024总统大选 美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遭起诉后不能竞选总统 不过这无疑已经为接下来的选举增添了更多变数 专家认为由于川普还涉入不少违法案件 像是逃漏税或煽动国会暴乱等 时间拖久的话 势必会让共和党人失去耐心 转而寻找其他更适合搅出总统大位的人选 华语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